在台北市部分呢 民主党立委姚文志 还有台大医师柯文哲 即将针对台北市长的选举 展开辩论 两人都趁着周末时间四处败票 柯文哲更是特别选择了 律师孤立雄 还有作家冯光远 都会出席的活动 要争取对方的支持 而柯文哲呢 则是努力跑基层 要接触更多选民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 我们的立法委员姚文志 姚委员到我们学校来 把握辩论前最后一个周末 姚文志一大早就参加士林国小校庆 但另一头主要竞争对手 台大医师柯文哲 则是选择出席了 台湾陪审团协会的募款餐会 因为这个场子上有这两个人 我觉得如果我们是 法律的这个司法宣誌里面 如果真的有这么多的 这个不称职的法官 其实真的应该要引进 这个陪审团制度 香港也实施了一百多年 在华人社会里面 那么香港的这个陪审团 它的基本它不是一个 一般人都可以去做的 它有一个门槛在这里 律师顾立雄已经不会再参选 但作家冯光源 还是柯文哲的潜在对手 三人肩并肩排排坐 场面有点冷 气氛也很尴尬 人气红不让柯文哲亲切的帮支持者签名 一起拍照 他也希望能得到顾立雄 像顾立师跟红光源 我来也是 就是寻求他们的协助也是一样 所以我想是这样 既然在以大联盟 第一个条件就是说 整个的先决条件是开放 而且我每次讲说 态度比知识重要 就是说我们态度上要去 要去拜托人家 要去寻求人家的合作 那将来我们也是需要 顾立师给我们的协助 不会言希望寻求顾逢两人支持 但现场互动却是小心翼翼 相敬如宾 看来再也想要大联盟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UDN TV 陈铭彭婉 新台北报道